这个人呢 哥布林 那个吹剑手 应该玩得挺好的 那就这样 今天的一篇打呢 一篇给大家说一下 我的一些对真爱小说的思考 比如 其实在 很早以前 也就是范达曾提出过思想 就是说第一凶手不能是 护士啊服务员的这种 普通的人 第二就是 凶手必须是 就是不能是这些 要有读过的身份的 比如 社会上流人士啊那种 动机一定要鲜明啊之类的 但是后来呢 发展到后来 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克兰道尔这类人 比较出名的是 阿加莎克里斯蒂 他的侦探小说 却似乎是要打破这一切的规则 比如他的 他的凶手 无所谓什么职业 什么职业都可以 而到了这个时候 推特小说也走向了 之前那种纯碳暗的思想 就是 那可以开始在推特中 加入其他情节 比如爱情 再比如 一些社会性的现象和思考 跟以前克兰道尔时期 那种纯以碳暗手法为主的 那种推特小说已经大不一样 这个现象其实在当时也并不是非常明显 因为我这哥布林给我喷了四下 其实有点疼的 在以后 也就是 在之后的 一个叫日本的作家 东野龟吴等之类的 真的 小说作者出现之后 这现象更为明显 因为他们更是要注重 这个 社会性的思考 比如他会有 不论是谁杀了他里面 还是之后的一些很多 东野龟吴 类似的著作里面 其实他会牵涉到 牵涉到基本上 亲情爱情 那些情况非常多 推特小说也似乎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 开始要反映社会问题 其实那个时候 涌现了一股浪潮 这股浪潮就是 无论什么小说 他本质上 他要追求实用性 要反映出 这个社会应该有的问题 或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卡座 似乎又不像渔夫居 估计是假卡座 那就不理他 继续跟他施下前场的压力 毕竟还能搬回来一份 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无论科幻 推理还是其他的一些题材 他都要追求你要符合 要反映一些多多少时候的问题 就是文章能以激发人类思考 这个 有利有弊吧 这种说 但是一 它确实是 使小说更有意思 但第二呢 它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你这个小说原本 那个性质和那个推理性 会稍微降低点 当然并不排除 像东野龟屋 有些作品中 推理性还是很强 需要参考一些各类的手法 但它总体给人的感觉 跟克兰道尔 以及阿尔加尔克里斯尼尼 之后都大不相同 托到了三倍胜水 这次不得不承认 对方是很能打的一个人 所以怎么说呢 推理小说的进程 其实反映人们 也就是社会社会 人们开始会选择 关注身边的事情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 那么专注于 推理本质 对吧 这波如果防守住的话 再大波反击 应该还是活成希望挺大的 随着这节目的结束 还想总结个问题 就是推理小说 虽然渐渐向社会性发展 开始反映社会问题 但是呢 这其中的好坏 却并不是很容易好判断的 所以大家各出几件吧 今天就这么这样 再见